欢迎收看今天的乐好好丢 最近这一周相信身边好多的小朋友都进入了疯狂的购物模式 虽然今年的线下销量不及预期 但是网络的购物浪潮依然是火爆的 那么根据Adobe分析公司追踪的数据 黑五当天的在线的销售额是达到了89亿美元 几乎是逼近了历史的记录 但是黑五并不是唯一的省前日 Adobe公司预测今年最火爆的购物狂潮并不在黑五 而是在网络星期一 因为商家会在这一天继续的推出更多的优惠 各种的折扣可以说是乱花见玉迷人眼 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来为大家盘点一下 各大商家的折扣力度偏好以及时间 方便大家在购物前提前做好攻略 下面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沃尔玛 沃尔玛今年从11月7号开始就开始推出了各类的优惠 并且会在网络星期一 也就是28号的今天推出最后一轮的优惠 那么在此期间的线上或者是店内下单 均可以在2023年1月31日之前退货 那么Welcome Rewards家的会员 在28日下单还可以获得30%的折扣 除了日用的百货之外 现在沃尔玛儿童的玩具正在大幅的降价 价格最低是低到了10美元 比如各种尺寸的Huffy的铜车 现在只要38美元起 这款C-Star Girl 18英寸的女童自行车 原价是70美元 降价后仅需48美元 另外这款适合4岁以上女童的 LOL的Surprise限量版的惊喜盲盒 里面是含有娃娃宠物等等 很适合用来买孩子的节日礼物 那么原价是89美元 折后价格为50美元 如果想要买美妆或者是服饰的话 不妨去逛一逛North Store 那么现在他们家的官网各类的商品价格 是低至了4折 美妆的产品价格低至5折 雅诗兰黛无门槛7.5折 另外有兰蔻 自生堂 Armani 倩碧 AMC MAC等超多的大牌 那么下单就送超值的礼品 另外还有Tory Burch 还有Coach等轻奢品牌的美包的热卖 他们家的活动截止日期是到11月29号 也就是明天 那么美国的境内的免邮费 而且退换货也非常的方便 比如兰蔻当家的产品 大粉水两件装 原价是116美元 折后价为58美元 很多人喜欢在冬季 用它搭配倩碧的小黄油 来使用滋润效果非常的好 以及这款经典的 Neck Waffle One的运动鞋 那么原价是115美元 折后价格为52.77美元 目前尺码是齐全的 没有逛购的小伙伴 还可以去看看 Alta的网易的优惠 Alta网易的闪促全场低值5折 并且现在全场满50美元 力减10美元 部分的商品满15美元 会力减5美元 并且全场的订单满90美元 送自选的网易礼包 那么非常的划算 另外有品牌精选的 兰蔻的护肤和持装粉底 无门槛的7折 科研式护肤系列 无门槛8折 还可以叠加满减 全场的订单满35美元 是免运费的 活动截止日期是到 11月29号晚上的23点59分 例如这款Citrus Fist的四色眼影盘 有珠光和哑光各两种色号 那么原价是5美元 现在买二送一 相当于是每一件是3.35美元 以及这款的Body Shop的生姜洗发水 其中的成分是有90%都是天然的 可以有效地去除我们的头皮屑 而且它里面的生姜成分也有助于生发 敏感的头皮也是适用的 原价是14美元 现在奥塔特卖9.8美元 想要趁节假日选购童装的小伙伴 也可以逛逛国民童装的品牌Cutters的官网 它家海量最基础的宝宝的基础 日用服饰现在通通市地价 全场是4到5折 那么部分的商品甚至是低至3折 大量的儿童的睡衣库 联姻体衣抓绒税库只要6美元 而且全美包邮 可以说是一年一度的超级大促 诚意满满 活动的截止日期 依然是11月29号的23点59分 趁着还有货 大家可以赶快入手 比如这款儿童的抓绒背心 原价是34美元 折后价格为13.6美元 现在这个季节穿是刚好合适的 这款有米色和蓝色 两个颜色 尺码是有12个月 18个月 还有24个月等等的尺寸 另外这款戴帽的儿童连脚 加绒连体衣 原价是44美元 现在折后价格为17.6美元 有蓝色和白色 两色可以选 尺码有三个月 六个月和九个月等等 如果你想要购买电子产品 不妨去逛逛Best Buy 那么超多的电子产品 是低至五折 更有LG 三星 OLED电视 逻辑办公用品 还有Bits耳机 华硕的游戏本 等超多的大牌 全场降价 活动的截止日期 是到今天晚上 21点59分 时间已经不多了 大家要抓紧 例如这款大热的Bits Studio 无线的降噪耳机 它搭载了Apple W1的芯片 纯自适应降噪 可以主动的阻挡外部的噪音 电池的续航长达22个小时 并且买就送三个月的 Apple TV加会员 以及四个月的Apple Music会员 和四个月的Apple News会员 那么原价是349.99美元 这个网一只降了200美元 折后价为149.99美元 可以说是降噪耳机爱好者的福音 另外呢 现在Best Buy会员呢 买Dyson的精选的美发产品 全场无门槛八折 这款Dyson的吹风机套装 也一直是大受欢迎的 平时呢 是很难等到减价的折扣 这次Best Buy直接是八折 那么原价是429美元 折后价格为343美元 它的锋利强 但是很柔和 平常呢 要吹半天才能吹干的头发呢 用它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而且呢 还能减少掉发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Adidas的网络周一大促 之前有很多的小伙伴吐槽 Adidas的黑五折扣不给力 没买够的小伙伴 可以趁着网一再逃一波 Adidas这一轮的折扣低至五折 部分的商品 还可以想额外的六折活动 那么活动的截止时间呢 是到11月30号的晚上23点59分 这款Ozwego是他们家的经典款之一了 那么网面透气 那么脚感舒适 不论走多远都不会泪脚 它总共呢 是有五种颜色 那么原价呢 是120美元 折后价为96美元 另外呢 这款 这款联帽的派克服号 号称是大鹅的瓶体 那么100%的尼龙瓶织的 这个网纹 那么表面呢 是可以防水的 它的帽子上的人造绒毛 可以拆屑洗的时候非常方便 原价是165美元 折后为99美元 虽然这个网络周的折扣很香哈 但是在眼花缭乱的折扣的冲击之下呢 一不小心就很容易透支 所以呢 拒绝冲动消费才是真正的胜钱 下面呢 我们来分享几个实用的网络周购物的小技巧 第一呢 是货币三家 永远是硬道理 虽然各家的优惠活动轮番的轰炸 但是仔细对比 你就会发现哈 Costco 沃尔玛 Messi百货 还有Best Buy等商家的折扣商品 有很多的是重叠的 所以呢 在下单之前呢 可以打开各个网站 搜索对比一下 除了商品本身的价格之外呢 还可以对比一下 有没有满减呢 是否需要运费啊 有没有信用卡返现 或者是退货 是否方便等等 第二点呢 就是在购物之前 罗列购买清单 这样呢 不仅可以简化我们的购物 避免冲动的消费 同时呢 还可以让我们更有针对性的 去寻找我们所需要的商品的折扣 省时省力还省钱 还有一点呢 就是避免在头脑不清醒的时候购物 比如说酒后购物 或者是深夜购物 那么有调查显示哈 有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人 会在酒后购物 然后呢 第二天醒来 才发现自己买了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 另外呢 人在疲劳的时候呢 意志力会相对的薄弱 面对各种各样的折扣诱惑呢 也会更容易冲动消费 所以呢 为避免退货的麻烦 我们建议尽量是在白天精神状态 比较好的时候去购物 第四点呢 就是尽可能呢 使用礼品卡 或者是信用卡的奖励 以及各种的优惠券 享受折上折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推荐的 网易的商家的折扣汇总 以及是网络周的省钱攻略 想要了解更多的商家折扣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 落成焦点频道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活好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